快速到路上 行車記錄器畫面左邊 冒出一台白色轎車 它快速連續超車 又沒打方向燈 直接右切 後方小貨車急殺後 重心不穩 開始左右搖晃 最後反覆在路中央 後方銀色休旅車緊急煞車 避免追撞 駕駛還下車關心 只見小貨車駕駛 自己把車門打開 爬了出來 驚險畫面慢動作再看一次 白色轎車車速極快 先壓著白線 超過行車記錄器駕駛 還繼續超過小貨車 而且沒保持安全距離 就直接往右一切 小貨車失去平衡反覆 好在駕駛平安沒事 白色轎車造勢扣逃逸 根據目擊者描述 小貨車翻車 油漆都一散出來 相當危險 他整個手部是 是 就是大概是 錯傷 錯傷 所以那個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輛貨車駕駛 很倒楣 對 也很倒楣 高速行駛或B車 導致車禍意外頻傳 畫面觸目驚心 提醒駕駛人 惡意挑釁B車 最重可罰24000元 吊扣汽車牌照 三個月 可能釀成的人民財產損失 更是難以彌補 記者 林醫生宜蘭採訪報導 小貨車 好 趁機